Leyo聊世紀 天天如星 大家好 我是Leyo 今天來看阿茲特克人對上喬治亞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蒂圖 先來介紹一下出生點位位於7點鐘方向的紅色 選擇了阿茲特克人 阿茲特克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生魚血量非常多 每點一個科技都會加5滴血量 阿茲特克人村民的資源攜帶量是可以到達13 一開始就是13 這意味著他來回放資源的時間可以比別人縮短一些些 藉此達到經濟加成的優勢 阿茲特克人的步兵是他的主力 後期的龍冠戰爭可以讓槍兵高達12點傷害 老鷹則是8加9老鷹 非常強大的一個步兵 那接下來看一下喬治亞這個文明 喬治亞這個文明是世紀帝國新帝爾斯裡面最新的文明 他的文明特色開局會送一台羅車 但這個羅車不能馴服動物 在這幾次的改版中 喬治亞裡面已經讓他的經濟前期變得好一點了 不太會有落後的狀況發生了 喬治亞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騎兵 騎兵會自動回血精冠技術 還可以讓騎兵的人口減少 所以意味著你可以出更多的莫拉斯帕 或是重裝騎士肉馬作為主力 那馬功部分也會自動回血 喬治亞現在主流打法 不是打莫拉斯帕 就是打馬功 不然就是走火槍路線 還有馬功這樣子 不管怎麼說喬治亞人都算是一個 我覺得蠻強的文明 而且玩法也蠻多變的 也可以打塔攻 因為他這個奴炮劍塔 可以串燒對方的步兵單位 非常有用 所以打阿茲特克也有可能會出現劍塔流 但不管怎麼說這個串燒劍塔 還是要看情況 才能去使用的 並不是每次都可以很好打出串燒劍塔 因為他的城堡莫拉斯帕是需要很多 才可以高出量踩莫拉斯帕 所以主流打法很少會看到這個 奴炮劍的劍塔塔攻 原來他會耗費一堆石頭在劍塔上 而沒有辦法讓自己蓋城堡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黃金喔 黃金在前方 果子在右邊 石頭在上方 那這一張地圖看起來還算是好圍的 正面稍微圍一下 但是都要圍大 圍小的話都會有點壓力在 當然正面這裡一定是要圍死 那右邊這裡也要稍微圍一下 因為金礦就在這裡 不然就是要這樣子圍 稍微圍過來 這裡圍石 然後左邊否放 讓對方可以先衝過來 那不管怎麼說 黃金都是比較安心一點的 所以應該HERA的地圖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而且果子也在後面 那阿斯特克這邊地圖狀況 看起來跟HERA是差不多的 但是他有一塊附金喔 非常前面喔 這塊金有點危險 那左邊還有一塊黃金 後面還有一個石頭 那正面就還蠻舒服的 小圍一下就可以圍死了 那這邊就稍微圍過來 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當然也可以直接圍到底喔 當然不管怎麼圍都是要圍得非常大了 好 兩邊升到封建時代 HERA這邊是十七村 點封建 這邊有細節喔 沒有點這個 支部技術 OK阿斯特克本來要打棒棒 結果看到 怎麼那麼早就上封建時代了 直接取消棒棒 本來要轉走一個 槍兵配弓兵的路線了 因為這裡開始挖黃金了 這裡往黃金一挖 待會就可以直接轉老鷹或弓兵 這裡補了一個射箭長 看來是走弓兵路線 HERA這邊是走洛馬路線 這個支部技術偷得很開心 知道對方不是馬國 老鷹也沒那麼早出來 選擇了不偷支部 真的是不怕被懲罰的 一位世界冠軍阿 好看一下這波打鬥 這波打鬥 唉呦這個血量高打低 打聰明好痛阿 一隻聰明即殘血 兩隻肉麻還在繼續高打低 槍兵趕快來救 但有一隻聰明的血量一直在掉 有可能會被收掉 哇最後收掉了一隻聰明 趕快走掉 哇 HERA這一波賺到了一村 開局首殺 HERA獲得了一村優勢 COPCHU這邊 城鎮中心村民的閒置 來到了21秒 稍微有點長時間 這邊 這邊肉麻還在繞 這邊拉打槍兵打得很好 槍兵殘血活了下來 放到城鎮中心裡面 補下槍兵的血量 COPCHU這邊細節也是做好 這邊是圍一個超大的 那HERA是把右邊先圍了起來 這邊也可以稍微圍一下 稍微小圍一下 金礦一定要先守住 但這邊農田灑得很快 13分鐘 14片田 這個是真的是細節 但他有省下了一個一級農田 所以這個一級農田 HERA當初有說 一級農田省下的話 就意味著他可以出更多的肉 給對方更大的壓力 但是如果你不是這種手術型的玩家的話 那可能就不要學HERA這麼做比較好 好可能還是補個什麼 射箭場之類的防守會更好 手術的要求會更少一點 還有點這個意弄 防守式的打法 好這裡有一撮弓兵過來 HERA回來救一下 好看一下這波這波要進去嗎 進去可能會危險喔 這個圍牆圍得很好 好房子直接刪除 預言沒有超多少 好走了過來 這裡再次圍一下 讓對方有機會可以鑽這個洞 好這個木牆血量開始慢慢掉 HERA把肉馬全部拉回家 但是對方這裡還有兩隻槍兵 兩隻槍兵很關鍵 箭塔好像蓋不太起來 這裡要取消往後蓋嗎 好後方的7隻肉馬 來了 看一下這波操作 槍兵往前戳 戳死了一隻之後 往後拉打 槍兵往後拉 繼續往後走 攻兵繼續輸出 往後拉走 槍兵往前彈 後面攻兵繼續輸出 先射掉殘血的 弱馬直接一隻一隻的倒地 最後弱馬只剩下兩隻 HERA完蛋了 三隻攻兵 應該可以收掉這隻弱馬 出事了HERA HERA三隻攻兵 暫時解不掉喔 好這邊還會繼續拉打 好繼續拉打 損傷經濟很嚴重 HERA這波有點炸裂 沒有射箭場 攻兵一走進來 基本上是無解狀態阿 兩村 這隻肉馬過來 想要點 但是肉馬又半血了 再繼續拉 繼續拉扯 進攻 卡布奇點下了城堡賽 最後弱馬 還可以再收掉一隻 最後HERA死了三村阿 這波卡布奇一換三大成功 經濟開始有點穩住了 38村打了35 但是經濟來說 現在是HERA還是領先阿 HERA的經濟怎麼這麼好 這個有點習慣阿 好但沒有關係 阿茲特克應該很快就追上了 連阿茲特克挖技能是一個很快的選擇 跟挖礦來說 金礦是可以挖得很快的支援 相較於肉阿跟木頭 應該是很快就可以超越了 好那沒意外的話 卡布奇應該是要打一個阿茲特克老鷹飛 沒有打算走奴兵路線 直接走一個三軍營嗎 看一下是幾軍營 看一下是二軍營 二軍營的話 爆得還不夠快阿 因為如果要打老鷹爆的話 至少要三軍營喔 跟這個馬共一樣喔 三射箭場的概念 會比較好 好這裡點下了 因勇士的升級 那因赤猴的傷害也變成了七點 自動升級 好後面開了一個TC ERA這邊升級是選擇了 輕騎兵 肉馬 一攻一防 黃金只有五個人在挖掘 虎人挖金 非常省資源喔 當然這個騎士應該沒有辦法 穩定量產 可能會跟著肉馬一直混著暗喔 這邊勞鷹又抓到了一隻村民 勞鷹做到了蠻多事情的 兩隻勞鷹過來 看到輕騎兵這麼多 稍微回首一下 那HERA這邊的策略喔 五人挖金應該是要混著肉馬出 因為對方是阿茲特克 僧侶特別強 血量特別多 所以有可能想要出一些 輕騎兵去反擊老鷹之外 也可以反擊對方的僧侶 好這一波 一隻騎士被招強到 輕騎兵上去直接收掉了僧侶 後方有點打不太贏 因為老鷹直接在這高地反打 肉馬趕快回家 有點殘血了 但是HERA這邊的輕騎兵 血量會慢慢回上去喔 相當舒服 肉馬趕快回血 看要不要點個草藥治療 或者是 現在點草藥治療有點貴 現在點不起 現在先回家補個血 或是下個強化教堂 增加一下村民的工作效率也不錯 那強化教堂的話 大家可以補在大約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應該是 也可以讓 這裡挖礦村民吃到 這個10%的工作加成的效率 好 勝率第一時間又被輕騎兵給收掉 正面的騎士開始往前 老鷹開始打來打去 數量掉的有點多 老鷹的數量只剩下兩隻 在正前方三隻 好 看到勝率之後又選了翠翠 好 黑老鷹點下了跟蹤技術 好 左邊補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那待會右邊補一個強化教堂 然後這邊也補一個強化教堂 基本上攻度效率就很好 這邊採礦也可以吃得到 法木也稍微可以吃到一點 農田大部分也可以做到這個 加成的經濟效果 好 但黑老鷹這裡沒有打算挖石頭 慘莫娜斯帕 這裡照理來說 這個時間點3TC 地上的城鎮中心 補在石頭旁邊 開始挖石頭 可能會好一些 穩定挖石頭 然後上去直接收掉生鷹 生鷹又再次收掉 這裡卡布奇的生鷹一直在慘 但是一直被收掉 騎士找一個多線騷擾 黑老鷹這邊反應很快 騎士拉回家 先騎兵上前 被老鷹攔截 兩邊控 有點忙 這個先騎兵要被追到 助手模式 被摸了幾滴血的傷害 騎士回家防守 結果還抓到一隻殘血的村民 騎士拉這邊抽運出 暫時領先 61村打55村 好 卡布奇也點下了一攻 開始補習了老鷹的數值 7加0 1下8滴的傷害 好 和騎士兵先打個1防 騎士 待會黑老鷹應該會先點攻擊力 打老鷹的話 先升攻擊力可能會更好一點 但如果對方的老鷹數量真的太多的話 可能點防禦也是可以考慮的 但進戰互打的情況下 還是先攻擊力會比較好 這個操作很美啊 後面一隻親騎兵收掉生侶 另外一隻分推 點掉了一繞蛋的生侶 兩隻生侶都死在親騎兵的刀下 好 這一波應該不能打 後面生侶繼續繞 親騎兵又要去抓生侶 生侶應該要倒地 沒有辦法照想到 黑老鷹看到生侶也能解掉 直接這邊硬打 把他抓掉了非常多的老鷹 老鷹原本覺得自己是進攻的一方 突然又變成防守的那一方了 感覺卡布奇要趕快轉槍兵出來 生侶第一時間出來 又被砍掉 卡布奇先到目前為止 只遭降到了一隻騎士而已啊 這就是世界冠軍的手術嗎 把老鷹按在地上打 生侶一隻一隻的解決 太狠了 黑老鷹 好 補下輪走技術 這裡挖石頭了 看起來也有打算 要來採一下城堡 好 那阿茲 果然還是轉成了4均嶺 雙均嶺的話 慘了一定不夠用 好 這邊3TC繼續農 好 這裡三隻生侶 先稍微存一下數量 現在生侶有沒有點神聖思想 沒有點阿 難怪這麼薄 剛剛講完就點了 3隻生侶就應該點了 好 點下神聖思想 這樣生侶就可以存活度高一點 不然讓Hera太輕鬆了 那卡布奇這個文明 只要點下神聖思想之後 印象中生侶快要砍到4刀 才可以砍死一隻生侶 剛剛都是兩刀一隻 現在砍到變4刀 擊殺難度就會上升一些了 好 還把這邊點下了手推車 經濟應該會更好 因為手推車可以讓食物的裝載效率 變成到20個資源 就不用一直來回走來走去 好 卡布奇果然轉出了重裝長槍兵 畢竟對方騎士數量這麼多的情況下 實在是不太能打 好 後面補了一個長花教堂 補在了上方的位置 喔 一隻騎士偷抓到了一隻村民 好 這一波牙制 生侶數量有點多 5隻生侶在後方 生侶直接走到最前線 沒有打算招搶村民嗎 還是要招一下 好 這邊招了大概1 2 3 4 4隻村民 騎士在後方 這邊騎士不敢上前 是因為他害怕卡布奇這邊斷招翔 然後突然直接轉招騎士 所以這邊第一時間 並沒有騎士往前去救自己的村民 好 但是現在不得不救 這裡騎士往後拉 輕騎兵往前 這波要硬上嗎 感覺不太好 後面輕騎兵又在偷打 但是生侶血量來到了 50滴血 哇 血量拉回來 哇 補了一點血 變成要4刀 不然只要3刀就可以砍死一隻生侶 結果生侶現在大量活了下來 黑羅拉這一波衝了有點太衝動了 前方的大量步兵在前方開始騷擾 這一波衝掉之後 黑羅拉家裡會有點危險 輕騎兵趕快往後 上去輸出 一刀兩刀三刀三刀一隻 哇 好像少點了一個 宗教狂樂阿 多一個宗教狂樂 是不是可以多扛一刀阿 哇 一刀18滴 55滴的話 好像 36加18 這樣多少 突然算不出來 好像可以耶 54滴而已耶 卡布奇這裡少點了一個宗教狂樂 好像有點虧 好 黑羅拉現在的情況 是繼續抱騎士 轉出馬就 呦 城堡蓋好 必沒有 產出自己的 木拿斯帕 這裡有六隻騎士在裡面 不知道在幹嘛 在裡面搓麻將嗎 人數越來越多了 可以再搓一桌了 城堡裡面有八個人 再搓一個人 八個人就可以拼兩桌了 麻將搓起來應該是蠻舒服的 黑羅拉有沒有發現呢 然後發現裡面有 聰明跟騎士 趕快放出來 終於看到了 好 黑羅拉這邊點下了帝王時代 還有三分鐘的時間 看不起這邊的聖帝王時代還需要一段路 需要走 資源上非常吃緊 後方清奇兵再次抓到老蛋的生侶 這個清奇兵在後面偷抓 效果是真的好 好 騎士直接上去硬扛 這邊騷擾著老鷹 一老鷹趕來 就別想走 這邊想要做個包抄 但右邊好像有看到生侶 但是沒有打算去抓生侶 因為這邊有大量老鷹過來 想要做一個高打低包夾策略 好 上去先砍個幾刀 抓掉了幾隻老鷹 包放生侶可以照相了 照相 好 後面有一隻老鷹偷偷飛了進來 一隻莫娜絲帕 擋住了 好 現在 黑羅拉 兩棟城堡只產了一隻莫娜絲帕 點了一個草召治療 這些騎兵大概可以回血一下 你知道黑羅拉這把是打算不走 莫娜絲帕路線嗎 想要證明 喬治療是新一代馬國霸主 就算不抗莫娜絲帕 他也足夠強 有沒有一種可能是這樣子呢 好 這裡補了一根城堡 卡布奇這邊準備升到地龍時代 先建立一個前線基地 好 這裡用村民防守 右邊有個洞可以進來 哇 走進去了 這裡趕快圍一下 好 黑羅拉一到地龍時代 點下了二攻 化學 卡布奇點下了地龍時代 還有三分鐘的時間 好 家裡的狀況 現在在等精灌技術 阿茲諾奇兵 阿茲諾奇兵點完之後 奇兵跟肉馬的這個 佔用人口就會下降15% 那就可以幹各種的肉馬 跟造更多的奇兵 給對手更大的壓力 這個科技點下去之後 就有點像是哥德了 直接送你死人口的概念 但是只限制於出奇兵單位 好 這邊黑羅拉底下化學之後 應該是要轉火槍 火槍打阿茲的步兵相當好用 好 這邊騎士 直接不管招翔 最後是被招翔到了四隻騎士 四隻騎士先往後拉走 不想被爆抄掉 槍兵走人過來 那阿茲特克雖然是步兵文明 但是他沒有大騎兵 算是有點可惜的一個單位 但是他的龍貫戰爭可以加4點傷害 再加上三攻的話 攻擊力可以高達12點 有點像是緬甸的槍兵一樣 傷害極高阿 雖然我是比較喜歡緬甸的槍兵 趙雲級兵 阿茲特克的槍兵 就有點顯得 不是這麼的有特色了 但是他的攻擊力傷害 是可以加在老鷹身上 還有暴龍斯身上 好 小賈亞這邊繼續出騎士 火槍開始慢慢生產 大洛瑪三攻 三級馬凱 繼續升級上去 好 下方這個城堡應該是可以蓋起來 這邊稍微增長一下 看一下下方動靜如何 這臉已經為死了 暫死沒有問題 好阿茲特克二級伐木點了 三級步兵鎧甲也升級了 還有三級馬凱還有20秒 兩邊都在等升級好 好這邊阿茲可能要存個精銳引勇士嗎 欸就是先升級龍冠戰爭 我還是用這根城堡升級 還不是用下面這根 就來得及升級好嗎 我怎麼覺得要被退款了 這個30秒來不及吧 有機會嗎卡普奇 這根城堡 還有10秒 9 6 5 哇被退款 尷尬 一退款馬上就用別的城堡去研發 尷尬了 本來已經可以升級好龍冠戰爭 但是現在變得沒升級 好右邊想要用老鷹去爭取一點時間 但火槍已經追上 這裡趕快把洞補起來 這個洞可能來不及 後面是在稍微微一下 好這裡也是一個食物童嗎 不是這裡還有一個洞 這應該可以走出去 好火槍過來 把老鷹給逼走 龍冠戰爭中午研發好 好攻擊力來到4加6 3攻1好 12點傷害 蓄勢待發 好喬治亞也點下了工程工程師 我覺得喬治亞人這個文明 最強大的地方是 他還是擁有大衝車的文明 大落馬 大衝車 還有工程工程師 還有這個 重裝騎士 重裝騎士可能不是重點 木納斯帕 現在如果有衝車可以掩護自己的騎兵單位的話 在工程來說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但是法蘭克人就只有輕型衝車 並沒有這個大衝車可以用 但喬治亞卻有 但可惜喬治亞是沒有火炮 法蘭克在這一點 就比 比喬治亞人更好一點 有火炮的話 主動權會更多一些 然後阿茲特克轉出了化學 戰矛二級射 大家會再點下紫毛器 攻擊力跟射程 可以再大幅提升一下 右邊再撈進來 抓包 哇 這裡死傷非常慘重 火槍落馬 重裝騎士 可是莫拉斯帕只出一隻 卡布奇遇到這個策略 該怎麼辦呢 對方沒有產出喬治亞最強大的單位 還選擇了更花黃金的配兵 火槍配重裝騎士 莫拉斯帕算是一個很省黃金的兵種了 後方大陸馬抓到了一些單位 但是這裡的防守單位已經守住了 現在卡布奇單位是由 槍兵老鷹戰矛 組成的聯合軍隊 但是並沒有僧侶在後方幫忙 招降後方的火槍跟 騎士 自己的主動權就不夠多了 好 這一波可能要開戰 這波開戰看一下 火槍兵在後面被戰矛兵偷打 但火槍兵也很努力的在輸出 擊倒了一些正前方的重裝長槍兵 HERA稍微把騎兵往後拉打一下 但騎兵死亡非常快速 但快要把正前方的重裝強兵全解掉 卡布奇這邊打出了聚聚 我們恭喜HERA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HERA這一波打得非常漂亮 雖然正面騎兵全部送掉了 但至少對方族旅也是收乾了 剩下的火槍兵在後續配上大量的大落馬 可能再過來要擋就很難擋了 而且巨型頭司機一動一動在拆 並沒有一個很好的辦法去招搶對方的巨型頭司機 一定要透過老鷹 或是更多的步兵單位 趕快去偷拆才有機會拿掉 已經阿智的勝利是不能招搶這個巨型頭司機的 一定要靠近才行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HERA拿下資源上勝利 贏了大約快要1萬資源 那經濟上來說還贏了快要1萬失誤 但這也是正常的情況 原來阿茲特克的爆老鷹 本來就不需要這麼多食物 黃金反而需要更多一點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不要加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再見囉